在本视频中您将学习怎样为遭受脊椎或者头部创伤的伤者进行急救 如果您判断伤者头部或脊椎受损 急救技术 1.不要移动伤者 一定不要移动伤者 如果伤者戴着头盔 不要摘下头盔 同时告知伤者切勿移动 尤其是头部 随意移动伤者可能会损伤脊髓 甚至特别的伤者 也导致瘫痪 2.安抚伤者 安抚伤者 确保伤者情绪稳定 3.呼叫救援 拨打急救电话 准确描述事发地点及位置 密切关注伤者的情况 直到专业的医护人员或急救队到达 脊椎或者头部创伤 如果有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 伤者很可能伴有头部或脊髓损伤 1.伤者年龄在65岁以上 2.事故发生在脊椎受伤者的情况 3.伤者头部 四肢 颈部 或者背部疼痛 4.伤者从高于自己身高处坠落 5.伤者失去感觉 或躯干 上肢肌肉无力 6.伤者失去知觉 4.伤 הזה 1.伤者博指主